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退休的特工来顶替 此时的豆豆已经成为了一个人民教师 虽然他总是教授孩子们一些特工的技能 但孩子们都非常喜欢他 这天放学后他收到了军情处的信件 于是他开着小破车就回到了首相府 由于很多老特工都已经去世或者失去生命 只有豆豆和三名老特工能出任这次的行动 这时一名特工拿出了一个道具钢笔用来签名 这个钢笔必须在20秒内扣上笔帽 否则就会爆炸 轮到豆豆签名时 他用力过猛将笔帽扔到了茶水里 他本想把笔扔到外面 却阴差阳错地扔到了房间里 于是仅有的几名特工也因此殉职 只剩下了豆豆一人 豆豆在申请了一堆武器道具之后 拉着老搭档大宝开着老旧的轿车 前往法国执行任务 因为攻击军情处的信号员 就在法国南部的某个宾馆 之所以不使用智能手机和具有能导航的汽车 是因为他们的敌人掌握着先进的锚络技术 豆豆认为 这样才能让敌人不知道自己的行踪 他们在宾馆里找到了一个在时间地点 都能和网络攻击对上号的人 在他的手机中发现了一个游轮的照片 于是在晚上 他们潜入了游轮 虽然一上船 他们就被一个叫莉莉的女人抓获 但他们还是听见明清炸弹逃出了房间 并在游轮的数据机房里安装了跟踪器 两人在逃走的时候被莉莉发现 但莉莉并没有开枪 豆豆认为 你这个女人要么是游轮的主人 要么就知道游轮的主人是谁 他一定是这个事情的关键人物 于是豆豆两人开车跟踪着莉莉的车 并且在路上相遇到巴黎饭店吃饭 但非常尴尬的是 他们的老爷车因为太费油 导致没油了 另一边 首相因为国家网络被攻击的事情 忙得焦头烂额 他命令手下召见一个计算机天才 掌握了人工智能核心的小帅 小帅一出场 就轻松解决了黑客攻破的网络系统 恢复了国家的交通网络 看来这个小帅真的很不一般 豆豆和大宝终于费尽千辛万苦来到了饭店 他和莉莉聊得很开心 似乎对这个女人动情 但大宝却从莉莉的房间 发现了三本不同的护照 还有一把手枪 这是间谍的表配 但豆豆却认为 这是单身女人必备防身物品 晚上莉莉接到了一个电话 要杀死豆豆 但豆豆因为误吃了兴奋药剂 到大厅里跳了一整晚的舞 莉莉几次三番想要杀死豆豆 却被豆豆误伤兵了过去 天亮之后 豆豆还在跳舞 大把告诉豆豆 那个邮轮的主人就是小帅 而现在小帅正在和首相会谈 想要达成某种协议 豆豆赶紧赶回英国 并接下了前往小帅庄园调查的任务 在临行前 豆豆专门体验了一把 虚拟现实技术模拟的庄园内景 一方面他熟悉内部的环境 结果豆豆戴着VR眼镜 却没有启动脚下的仪器 他跑到了外面 把伦敦搅得一团骚 很快 豆豆就正式潜入了小帅的庄园 却发现 小帅身边两年 他们临时达成了合作协议 豆豆用莉莉的手机 录下了小帅发动网络 攻击指令的视频 但因为这手机发出声音 暴露了位置 在淘宝的时候 豆豆又拿错了手机 因此手将并不想进豆豆的话 并将豆豆驱逐 大宝鼓励豆豆振作起来 大宝的妻子是核潜艇指挥官 两人乘坐核潜艇 到达了G12峰会地点 这里有个国的首相 正准备与小帅签订合作协议 一旦协议达成 所有的国家都将任由小帅宰割 莉莉本想对小帅下要迷晕 但小帅早已知道莉莉的身份 就在小少杀死莉莉的时候 豆豆突然出现在房间里 虽然豆豆又一次闹出了笑话 但却因此救了莉莉一命 随后豆豆伪装成乐队成员 混入峰会场地 并穿上了一身金属铠甲 准备抓捕小帅 但是由于铠甲上 没了太多的润滑油 豆豆在下楼梯的时候滑倒 再次滚出了会议室 掩盖事情已经无法挽回 他决定打电话 向军情处求援 但就在这个时候 豆豆意外地输退了 核弹发射的密令 正好军情处 豆豆的电话 和核潜艇的电话对接 在阴差阳错之下 核潜艇成功炸毁了 有信号标记的邮轮 小帅的数据机房毁于一半 只能赶紧逃跑 不过这次 豆豆没有再给小帅机会 他用平板电脑砸用了小帅 成为了拯救世界的英雄 正午结束之后 豆豆再一次回到学校 继续做自己教书育人的工作 摊斗特工系列已经完结 至于有没有第四部 没有确切的消息 纵观这三部 不得不说有一点点遗憾 虽然每一部 都有一个美丽的女主 和豆豆搭戏 但直到最后 豆豆依然是孤身艺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才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好了 电影结束 喜欢的记得关注哦